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没有人同情你的 千万不要以为有一个人来关心你 你就可以到心到位的把自己所有的苦难告诉别人 你知道吗 真相就是80%的人不关心你的苦难 还有20%的人是在看你到底有多惨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有哪一个愿意把自己逼得一生才华 我来上海20多年了 我到上海来的时候太难了你知道吧 前三个月一笔生意都没做到 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 我的老板找我聊天 说小顾啊 你来上海多久了 我老板关心我 我说我来上海快四个月了老板 他说哦这么快啊 最近怎么样啊 我说不怎么样 老板一旦生意都没做到 哦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没什么困难 就是运气还不到 你知道吗 其实老板就想提醒我来四个月了 我的实习期是六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六个月你还没完成任务的话 你知道怎么做哈 不要我来劝你哈 听懂了吗 所以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就跑到黄埔墙边上去了 不我没有跳江的意思 我就想我离开上海以前 我要让我再看你一眼黄埔江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埔江 眼泪就下来了 就一个人在那里哭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居然哭了 你会发现你在落小的时候就特别无助 其实成功是特别特别的难 成功的稀缺性 大多数人是感受不到的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些家喻户晓的成功品牌 它背后一定有无数的故事 我曾经一天的时间里头 搭三趟飞机 飞四个城市 就从早飞到晚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是一旦这个组织这个机器运展开了 所以那你就要往前走 我是在2018年 我摔了一脚 把左侧第七根肋骨摔断了 摔断了以后 在家里躺了两天 然后第三天就开始上班 一个星期以后就开大课 绑得绷带 砸得紧紧的 就是2018年 在广州 只是那堂课是唯一不能跑的 因为一跑就散架了 这里是断的你知道吧 到现在为止就落下了一个病根 就是阴雨天的时候 这里就会隐隐作痛 所以很多时候是不能回忆的 就只能向前看 你一回忆 你就会发现好多辛酸的事情 酸甜苦辣的故事都在背后 我们感知不到 我们只能在前台 感受到它的欢声效益 我刚刚收到信息 我们今天走到这里 我们应该全网正式突破 两千万粉丝了 所以没有谁可以 随随便便获得成功 你看到的鲜花和掌声背后 其实都是挑战 都是不容易 所以我讲了一句话 很多人以为是我开玩笑 不是的 我是生活阅历造成的 就是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有哪一个愿意 把自己逼得一生才华 这就是我的人生写照 所有的苦 你憋回去 哭 一个人哭 把笑留给所有人 我就是这样 这才是生死的人生